我觉得观众朋友应该也跟我一样好奇 因为你一开始的这个形象是很升职人心 是相对票汉的士官奖角色 那当然后来还有连长等等的 那你刚刚说你 你必须去 你有一套的养育方法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大家 我相信该也有人可能开玩笑说 那你在家 我就是士官奖 是吗 这样是这样吗 对男孩有时候必须这样子 譬如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是忍不住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男生 男生真的男孩子跟女儿跟儿子的构造 耳朵构造不太一样 男生比较听不到妈妈的声音 对 有时候儿子会哭 你好说你太大声 我说宝贝 妈妈刚刚很温柔的声音 讲了三次请你去洗澡 你们没有人要去洗澡 我只好说去洗澡 我就必须要突然间提高音量 让他们听到 所以也不是说我顾腰吼他们 是我发现 儿子好像真的需要比较 tough一点的声音 他比较会听得到我的指令 两胎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发现儿子 在我们家啦 我在我们家状况 儿子是怎样没有错 那女儿 女儿现在我都是很温柔的跟他讲话 他也是个小baby 对他是个小baby 对 我相信相似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就除了对儿子 感觉他好像你要相对 比较票汉一点 然后对女儿可能也有不同的方式 那再说到这个甘苦谈 那你目前到第三个这样子 那你同龄的朋友 他们大家会请教你吗 就生三个了 我相信 我知道你身边还有一些朋友 是到四十岁 正在努力怀孕 或是生第一胎的这样子的状况 他们通常最常问你什么 养育方面的问题 或是怀孕方面的问题 呃 比如说他会问说 怎么样好怀 或是怎么样才能怀上 或是怎么样比较好教 通常呢 如果一对夫妻 他们 呃 结婚多年 还膝下无子 我们不会去问这个问题 嗯 我们不要去打扰人家 人家有他的计划 他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我不晓得 我觉得不要这个时候去 因为他可能也在七上八下 这是我已经 呃做完试管 生完双胞胎的朋友讲的 或者甚至是单身的女性 他到了失婚年龄 我觉得也不该问 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 你刚刚有讲到 因为有些法律的限制 我们目前女性可以动软 但动软的 台湾的法规规范是 使用的时机是你必须结婚 你去签那个 你是签on the line 是签女生的名字 然后你前面有个男生的名字 是一直空白 等到使用时机 男生有人去签了 你才能使用你的软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贴心 因为台湾巷子 呃可能是比较生不出来 因为随着年龄 这个生育年龄高 当然比较相对困难 嗯哼 所以你们就不会去问 这是的确是很贴心 对 软死焦虑 对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会去问他 也许他正在经历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在想说 哎过两天要验孕了 到底有没有成功 哦 对就求子 对对在焦虑 在这个焦虑 那我们就通常都不会去问 除非他主动问我们说 哎呃你们认识医生朋友很多 那你有没有建议 或你有没有知道说哪一个医生 呃比较适合我们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提供意见 通常我们不会去主动问人家这件事 那呃我有三个小孩 所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三个小孩个性都不同 所以男孩跟女孩的教养方式也不同 那一开始呢 我也是买了很多 如何教养孩子 因为我是女生嘛 我是女生 所以我比较懂自己 我比较懂女生 我比较不懂男生 我说的孩子孩子的部分 那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 那要怎么讲 用什么方式 他们会比较呃 对他们是比较呃有正面的影响力的 这个这个方面我买了很多的书 或者是上网找资料来看 甚至是我朋友也拿到了正向教养的这个license 然后他是一个咨询师 我会请教他 他刚好也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那我就会去请教他 嗯对 所以在这方面 呃其实我觉得现在资讯很发达 育儿其实不难 嗯育儿不难 你只要有心想要找到答案的话 在网路上面 甚至就是像现在的咨询师 很多方式你可以去得到解答 那那再依照你孩子各同 呃每个人个性不同气质不同 你再去做调整 那那是一个大方向 但是我希望 我觉得啦还是正向教养师 是最最适合每一个孩子 然后再依照每个孩子个性不同 再去做微调调整 对你这个是用心的部分 那也许我也期待 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朋友 也是三宝妈 他考了这个心理智商 那也许我们国家也有一些资源 其实是不是除了补助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你说第一胎是补导五千 然后第三胎是七千吗 除了这种实质的真经百姨之外 是不是在甚至母亲的心理辅导层面 没有错 所以我也会期待会有工部门的资源 会来推广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 因为也是上了很多的戏剧课 我发现像有戏剧治疗 戏剧治疗里面 其实我觉得啦 就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很多方面是心理治疗 就像我在角色当中我会得到疗愈 那角色的内心的状态是什么 所以我在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幼儿心理学 或者是像我们惨后忧郁 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出口 或有人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而不是一直撞墙 撞得头破血流 你有惨后忧郁吗 我没有惨后忧郁 我觉得因为我 我刚好 我觉得我感恩啦 就是我先生也算是一个神队友 也是一个好队友 他愿意倾听 然后他会提供 他会听完我的心理状态 会给我解决方法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 对我而言是很有用的 然后再来就是 我会寻求帮助 我是一个会 不会闷着的人 我会去告诉 会告诉你说 我遇到什么状况 我很难受 然后我需要帮助 那我是会去寻求帮助的人 嗯对 寻求帮助很重要 那么也许身边 除了朋友之外 我们也希望这个资源 可以相对更容易取得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看新闻 我觉得保姆制度上面需要在 好像可以在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好像 还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就是现在虐婴的 的新闻真的很多 那就变成很多人就也不敢生 嗯 因为我生了 我一定要工作 那没有公婆帮我带 我 带到宅的保姆 费用比较高 那怎么办 我要去托婴 托婴那万一我遇到这样 那我就心碎 就心碎了 那那那怎么办 对所以在 在在 在就是这个审核的制度 跟这整个环境 在托婴的这个制度上面 好像感觉上还有 可以更更进步的空间 对我觉得你提到一个 也是很好的 因为这等于是 环环相扣 对环环相扣一个配套 不是说你生的出来 嗯 就没事了 对 身后面这些是长远的 这是足以影响社会安定 以及我们的国力的安稳